唐代皇帝为何普遍喜好,求仙,汉武帝为了长生不老故事多过秦始皇,遇到过哪些骗子? 自从秦始皇派出了五百同男同女往东海求取长生不老仙药,率先做出科幻探索以来,不少历朝历代帝王便把这项事业列入了朝廷的科技公关计划,力争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处于封建社会顶峰的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唐太宗,唐宪宗,唐武宗,唐宣宗五位皇帝, 为了研究长生不老的伟大事业,甚至不惜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订阅,点赞留屏,接下来跟着史约馆,带您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唐太宗李世民一生荣马,身体强健,在盛年即位之后,历经图治,从善如流,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和贤惠的长孙皇后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这时候的她,对求仙问道并不是很热衷,甚至是比较反感, 还曾经嘲笑过秦皇汉武晚年追求长生不老的行为,但是到了统治后期,随着年岁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李世民也渐渐地迷上了炼丹严命之术,特别是贞观十九年时,他亲征高沟里,不幸受了剑伤,导致自己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从此边一发不可收拾的大吃,特吃起道脚丹药来,希望借此延长寿命, 汉武帝遇见的第一个骗子叫李绍军,此人看起来一派先锋道骨,说话行事更是莫测高深,他从不说自己的来历,有时候隐瞒年龄不说,有时候又说自己七十岁了,他号称可以驱使鬼物,可以长生不老,也能让别人长生不老,汉武帝非常敬重他,他借机故弄玄虚,和人演了两出双簧,更使得人们把他当作了神仙, 一次宴会上,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绍军就说和老人的祖父,当年一起去过某某地方打猎游玩,那老人小时候跟着祖父去过那个地方,依稀还记得,满座客人无不惊讶,还有一次,皇帝拿出一件古代铜器,李绍军说,这件铜器在齐桓宫十年时曾陈列在白寝台,后来查验铜器上的名文,果然是齐桓宫时的器物,宫里的人都以为李绍军就是神仙,已经有几百岁了, 其实他事先就买通了宫里的人,看了铜器的名文,李绍军建议皇帝用单纱练黄金,并派人去东海访求仙人,他说他在东海见过仙人安妻生,安妻生给他吃了一个像瓜一样大的草,皇上对李绍军信任备至,可惜这位李神仙没能享受多久的荣华富贵,就病死了,汉武帝居然还以为他是成仙而去了,李绍军的独门秘籍就是可以炼制包治百病,要到病除的灵丹妙药, 他针对已经登基八年,16岁结婚,24岁还没有接班人,饱受后继无人痛苦的汉武帝,量身定制御用灵丹妙药,经过几年时间的精心调养,汉武帝才终于在29岁那一年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可以说,现在的李绍军就是别人眼中至高无上,雄魂霸道,极尽荣华富贵的九五之尊,上天之子,即使内心深层高处不胜寒,孤独寂寞冷,忧愁恐惧,缠身的汉武帝生命里的贵人 他可以让汉武帝通过祭祀造神,就可以像皇帝那样成仙,可以炼制治愈汉武帝生育隐急,帮助他生子的御用灵丹妙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 他正在尝试点尸成金术,这三条里任何一条都可以让汉武帝彻底放飞自我,极度迷恋,顶礼膜拜 特别是当汉武帝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儿子之后,他就彻底迷失自己 这也就是后来,即使当李绍军明明已经病死,但汉武帝始终坚持认为他没有死,不会死,而是登陵仙剑了 还有一个叫少翁人,他是被汉武帝专程,特意请来的,武帝宠爱的王夫人去世后 据说少翁招来了他的魂魄和皇上见面,少翁在汉武帝的皇宫里精心布置一番后,就开始施展法术 他想让汉武帝独自待在白沙制成的围杖里,在一片烟雾缭绕,迷迷之音中 出现了一位容貌,与王夫人有几分相似的曼妙女子 在若隐若现的青烟白雾里,与汉武帝东拉西扯的谈了点,人鬼两界的奇闻一事后,就悄然离去 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后人猜测,这大概是皮影戏之类的把戏,少翁被封为文成将军 他提了一大堆要求,说可以招来神仙,谁知过了一年过,神仙也不给面子 少翁又想出一记,他在一块布上写了字,让牛吃进肚子里,然后假装不知道 对皇上说牛肚子里有怪异的东西,结果弄巧成拙 有人认出了他的笔记,把戏戳穿,被砍了脑袋 最厉害的还要说是鸾大 此人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而且能说会道,又敢吹牛 说再大的话也脸不变色 他自称和少翁同时学习,在海上见过安妻生,县门高之类的仙人 汉武帝正在后悔杀了少翁,就召来了鸾大 鸾大说,神仙不会有求于人,所以要想招来神仙,必须要让神仙的使者的地位更尊贵 谁是神仙的使者,当然就是他自己了 汉武帝将信将疑,就让他先演个小法术 鸾大就掩饰斗棋,就是让棋子在棋盘上自己乱撞 皇上大为惊奇,他不知道这只是用磁石搞的小把戏 汉武帝彻底相信了鸾大,封他为武力将军 过了一个月,又赐他四枚金印,分别是天使将军,帝使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 皇帝还怕鸾大的地位不够尊贵,进一步封他为乐通侯 甚至把魏长公主嫁给了他,并赐给他豪华府地,奴仆千人,黄金万金 皇上把自己所用的器物分给鸾大,亲临他的府地 朝廷的王公贵族,将相大臣更是抢着给鸾大赠送礼物 鸾大装神弄鬼很久,不能招来神仙,就整装去东海,说要去找自己的老师 汉武帝问他什么时候入海 鸾大胡乱答应,却不敢冒险入海,到处转了一圈后,就上了泰山 随便祭祀一番了事,汉武帝渐渐开始怀疑,就派人偷偷跟着鸾大 发现他根本连个神仙的影子也没见着,知道上了当 后来鸾大回到长安,负命说见到了老师 不过老师的方术已经用完,不能满足陛下的要求了 汉武帝大怒,腰斩了鸾大 最后,汉武帝在泰山祭祀了天地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要下海亲自寻找蓬莱仙山 他要找神仙去了,群臣纷纷劝谏但汉武帝听都不听 最后还是我们诙谐幽默,智慧超人的东方朔 一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的寻寻善诱 才把激情肆意冲动不已的汉武帝劝回了头 公元649年5月,李世民在艰难地吃完最后一粒有水银、硫磺、披霜等物质炼成的长生药后 中因慢性中毒不治身亡,享年仅仅50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李世民后世子孙在他牺牲精神的感召下,一个个前仆后继 为炼丹长生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经历 唐宪宗晚年因服,丹药,致使脾气喜怒无常,左右侍侯的人动辄得救 于是被心怀怨恨的宦官杀死,唐穆宗 唐武宗都在三十几岁的年龄因服药导致元气大号而亡 号称小太宗的晚唐最后一位英明君主唐宣宗也吃药吃的背上烂了一个大洞而死 至此唐朝的灭亡时间也成了一个纯粹的算术问题 在古代,人们认为金,水银等重金属不易腐烂变质,假如人体吸收了它们的精华,那肯定可以永垂不朽 而权位越高,欲望越大的人,就越想长生不老 于是唐朝的皇帝们怀着美好的个人愿望,不惜以身涉险 大量吞服未经临床试验的药物,并最终各个因重金属中毒而英年早逝 在唐朝服药死亡的五个皇帝中,除了唐穆宗是个昏君外 其他的几个都是英明有为的杰出帝王,但是最终他们都未能战胜自己的权利欲 在追求永生的过程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 几粒小小的丹药,实际上起到了加速唐朝的腐朽和灭亡的作用 而几位短命的唐朝皇帝们服丹药去世起到的唯一好处 就是唐朝以后的统治者们再也不吃这种沉甸甸的金属化合物了 虽然寻先的事情无果而终,但汉武帝毕竟是一位红财大略的政治家 他虽然在风扇求仙这方面受到方式的愚弄,但也体谅地方民难无间 因而封泰山后下诏,行所寻治,博,凤高,舌丘,利成,粮妇,明田租不复货 以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博,仁二匹,四线无处几年算 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九 这算是汉武帝数次东风泰山给百姓带来的一点恩惠 汉武帝的心态型没有找到神仙 但这一举动带给心态的文化影响却极为深远 再的话,我们明白了 我们批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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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 我们 they're going to come to the National Public Television 感谢观看